第156章 兰奇好像在玩一种狠心的封印术 就这样 在太阳光的映照下 注射器活塞不断地移动 行星官手上的针管 如同化作了抽血泵一般 怕洛卡斯伯爵的世界 也在一点点变暗 最后 他只能发出歇斯底里的悲鸣 琉璃窗折射的光束慢慢消散 兰奇轻轻抬手 收回了这张光药美德 剧烈的光亮 瞬间被吞噬在这无尽的夜色之中 此刻行星官手中的针管 几乎抽取不出血液了 而怕洛卡斯伯爵的痛苦哀嚎声 也已经消失 圣唐又回归了那般温暖明亮的宴会气息 看来他好了呢 兰奇自语泥南 修伯利安不敢接这个话 偷偷地瞟了一眼 地上那句怕洛卡斯伯爵 便连忙移开了视线 心里默念着罪过罪过 他只希望兰奇以后就好好当一个校长 千万不要进军医学领域 否则以后 万一还开办一所炼狱回狼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就要出大问题了 啊 我的血 怕洛卡斯伯爵的皮肤更加苍白了 身体干瘪 如同被抽空的葡萄 如果是其他生物 此刻恐怕早已是死尸 然而害人的是 这具干事一样的吸血鬼还在浑身颤抖 颤抖着抬手 似乎想要挣脱逃跑 伊克里特学院 随着露天剧目上满屏的白光消散 也终于恢复了能见的画面 只见高高的拱顶上 琉璃窗已经不再反射出一丝阳光 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夜空 璀璨的星星点缀在其中 仿佛一个镶着宝石的漆黑天幕 这座古老的圣堂 就如同那光与暗交界处的祭坛 神秘且冷酷 空气中弥漫着血腥与恐惧 混杂着烛火焚烧的味道 地上的石板已经被血染的一片鲜红 烛火映射在上面 如同熔岩一般翻滚 干事一样的帕洛卡斯伯爵 在地上颤抖着挣扎着 几道人影围绕在伯爵的周围 火光下 他们脸上带着若无其事的笑意 面孔显得扭曲而诡异 影子被拉得老长 不断摇曳狂舞 整个广场陷入了一片寂静 空气也在一瞬间被冻住 正对着露天聚目的十字台阶上 坐着的学生们全都瞠目结舌 他们仿佛看到了一个黑暗神话中的古老仪式 而站在光明中的挑战者们 此刻全都成为了主持或旁观的恶徒 他们到底是在打伯爵 还是在创办复生教会 在这午夜时分 即使隔着屏幕 结拉纪念广场上的空气中 也仿佛有秋夜寒风阵阵袭来 让人挤背发凉 不要乱说 然而 也有人浑身的气场 和这氛围极度割脸 蓝校长正是想象大家展示出了 熬夜的危害以及后果 劝告青少年朋友们 保持一个良好的作息呢 一个浅蓝发色的小记者 拿着相机不断照着露天剧目上的画面 满脸笑意地跟大家解释道 这架势就像准备把蓝棋的试迹大爆特爆 如同天上将楷模 真是人间好榜样 这个蓝棋 正能量 周围的学生听着他的话 不敢吭声 他又像蓝棋的真粉丝 又有黑粉嫌疑 也可能是在反串 但也不能排除是乐子人可能 小记者一边拍着 一边还拿出了一张蓝棋的照片 像在辟邪 又像在证明自己不是串子 是真粉丝 这让周围的人越发感觉 他的成分极度复杂 与此同时的利西藤斯城堡基础 曾圣堂 现在大家又面临了一个新的难题 蓝棋先生 接下来怎么办 圣骑士和南护卫像两座岩石一般 死死地按着帕洛卡斯伯爵 就算没有了太阳的照耀 全身失去了鲜血的帕洛卡斯伯爵 已变得比刚被他们按住时还要虚弱了 蓝棋观察了一番帕洛卡斯伯爵的样子 表情逐渐变得有些担忧 明天直播的时候 他这个样子很容易吓到 经过伊克里特学院的普通居民和老人小孩 我们的文明榜样小队的实况 一向讲究老少皆宜 接下来得帮伯爵处理一下 让他看起来更具艺术与文化气息 其他人文言都点了点头 看来蓝棋的病情也没那么重 他至少是知道这个样子的帕洛卡斯伯爵 容易吓到一般人 于是 蓝棋带着大家回到了宴会掌桌 只留下圣骑士和男护卫 按着帕洛卡斯伯爵 让其余的人纷纷入座 我经过查阅了书籍发现 血族白天都非常喜欢把自己封印在棺材里睡觉 我一向尊重其他种族 民族的文化 所以 等我们稍微给他画个体面一点的妆 也给他准备一口棺材 蓝棋满怀热忱地继续讲道 并且从口袋里 拿出了一张图纸 放在了长桌上 展示给众人看 是他先前在写字桌上准备好的讲义 众人站起身 集中视线于长桌上 铺着的这张图纸 只见上面 以图文详解的方式 写着一系列流程步骤 一 洗涤和净化 首先清洗和净化其身体 通常使用血压抢救器和酒精 二 去脏 切开尸体的左侧 然后去除心 肺 肝 胃和肠 三腌制 去除内脏后 尸体会被填充 具有干燥和消毒效果的碱性炎 四 清洗和润滑 尸体被清洗并涂上油膏 以防止皮肤变得过于干燥或脆弱 五 填充和重塑 然后用亚麻布条草或沙来填充尸体 使其看起来像活人一样 尸体的脸部也可以被塑造或涂抹上一层保护膏 六 包裹 最后 尸体会被一层层的亚麻布条紧紧包裹起来 这些布条通常会涂上树枝作为粘合剂 七 安置和绘画 完成包裹后 木乃伊会被放置在装饰华丽的棺材中 并在棺材上绘制神奇的图像和象形文字 以及带有封印效果的魔法皱纹 我们就用这一套流程给帕洛卡斯伯爵风光大葬吧 至少这四天时间是不用担心他从土里爬出来了 兰奇满怀笑意地给众人讲解着 就像已经迫不及待展开一场古埃及文化的奇妙探索之旅了 这个制作木乃伊的过程中 最需要的技能和知识 是解剖学 医学和艺术 他相信也是老少介意的艺术文化科普 而且 其实兰奇还挺希望能够拍摄到木乃伊 从棺材里面爬出来的样子 这样就说明 以前在老家看的那些科幻电影不是假的 木乃伊真的能复活 圣堂里变得鸦雀无声 尽管其他所有挑战者 听懂了兰奇的教学 也知道确实会有效 但这对他们来说 有点过于冲击了 兰奇 他好像在玩一种狠心的封印术 无论是在人理层面 还是艺术层面 亦或是在这个时代的认知理解局限性上 兰奇都太过超前了 推本朋友的书 简介 江湖上都说 那国公府世子苏季明阴险狡诈 玩弄人心无人能及 自他入世以来 这江湖是一刻不得安宁 好在政道早已派人前去围剿此人 不出三日 便能还这天下一个朗朗乾坤 看着外界传闻 前来暗杀他的剑仙小姐 与他身上 渐兴通明的命格 苏季明沉吟开口道 坐我门下一条走狗 便放你一条生路 如何 以窃取 渐兴通明 命格碎片一 好好的江湖 怎么就成了这种游戏呢 本章完 第157章 兰奇校长很关心学生的心情 立西藤斯城堡基础层的圣堂里 兰奇给大家带来了一场 生动形象的手工课 内容是 三岁小孩都能懂得木乃伊制作流程 在让神官把抽出来的伯爵之血 干净地封存好之后 接下来 兰奇便开始了指导大家的工作安排 首先商会的三人 负责打造装木乃伊的棺材 用城堡四楼的铸铁试即可 神之人员们负责伯爵的优化 兰奇他们会把明天的活动 和餐饮筹划准备好 今天晚上大家还需要熬夜加一加班 等干完活就可以一起开心享受这个美好假日了 虽说经过了这非常充实的一天 所有人都感觉有点累 但是一想到后面 还有四天可以唱完 就觉得充满了精神 先把我的血还给我 帕洛卡斯伯爵的声音沙哑而微弱 像是引发了一般的皮包骨男子 所以说熬夜危害性真是极大 竟让他如此痛苦 帕洛卡斯伯爵喜欢熬夜 我们为了纠正他的不良习惯 今晚也得陪着他一起熬一会儿了 正所谓 害人又害己 兰奇看着地上还在颤抖的干尸 帕洛卡斯伯爵 不禁感叹道 修伯利安欲言又止 他总感觉 帕洛卡斯伯爵的痛苦 并不完全是由熬夜带来的 兰奇先生 既然血族有着不死性 那么他们即使无限熬夜 也不会死 所以 以后遇到不肯调整作息的血族 是否可以先让他们试试 熬上十天半个月不许睡 借此 帮助他们自己感悟到良好作息的重要性 商会少爷马上就开始举一反三了 在一旁向兰奇提问 很正确 兰奇欣慰的汉手 正所谓德无常诗 主善为诗 商会少爷 恐怕已经领悟到了 以德服人的真谛 修伯利安看他俩一个赶交 一个敢学的样子 感觉正常人又少了一个 原本整个下午 商会少爷一直在划水 都没说几句话 修伯利安还以为他是受到 兰奇影响最小的人 没想到开口就是重度感染 窗外的世界 仍处在深深的漆黑之中 城堡的庭院和更远的山林 都隐秘于夜色 只有月光照亮了他们的轮廓 利西腾斯城堡二层 关押着附生教徒的 202号卧室 格外沉寂 空气里充满了沉甸甸的铁锈味 和血腥味 那富丽堂皇的装饰 地板 墙壁上都沾满了飞溅的血迹 红色的 棕色的 黑色的 每一种颜色 都代表着不同时间的痛苦 房间的中心 一位娇小的少女 昏迷在椅子上 铁锁 铁链和镣铐 将她的身体紧紧束缚 无法逃脱 她的衣物像被野兽撕裂过 尖头已破烂不堪 原本的神官白袍 已被近乎染成一片又一片的深红 那些血迹的源头 无非都是她身上累累的伤痕 每一道都深入肌肤 记载着刻骨铭心的记忆 像被严寒中的风雪侵蚀过 苍白至极 大腿上的伤口 恶极未愈 犹如一条随时会躺出鲜血的病态红线 深夜中 天空的乌云似乎飘过了一块 让微弱的月光照进了卧室 照亮了少女的面庞上 被俘虏的附生教会女神官 眼睛紧紧闭着 像是在梦里 也承受着难以描述的痛苦与折磨 突然 楼下传来了微弱的动静 轻微的铁链碰撞声 木制楼梯扶手的枝呀 还有那若有若无的谈话声 这些微小的声音 像是一把钥匙 慢慢地打开了她的意识之门 她的眼皮开始轻微地颤动 慢慢地揭开了昏迷的迷雾 意识在黑暗中慢慢浮现 逐渐清晰 她记得自己 好像来到了一场名为 圣唐恶徒晚宴的影视界 她是怀揣着背叛 并杀死挑战者们任务的血族眷属 要给予其他挑战者们 最残酷的心理和精神折磨 然后 再然后 她不愿意继续想下去了 像噩梦惊醒般 她猛然睁开了沉重的眼皮 微弱的月光照进瞳孔 都让她感到分外刺眼 当她的意识完全恢复 房间里的一切细节都显得如此清晰 她可以感觉到身上的冰冷锁链和被剥夺走的自由 耳边微弱的风声 还有身上那刺骨的剧痛 那双曾经明亮的蓝眸 如今无光无神 只有深深的疲惫 伊克里特学院 真是一群令人难以想象的出生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女神官想要出生 肺部却如同被力剑划破 粗重而又断断续续的呼吸声 如同风吹过沙时 发出沙沙的声音 痛苦的诡计已经从她的身体中飘出 化作空气中飘散的血腥味 该死的东西 尽管从她被堵住的嘴里发出的声音 微弱而混淆不清 但充满了无尽的怨恨 弥漫在昏暗的房间之中 少女的面孔在惨淡的月光下 如同石像 僵硬而死寂 突然 门外愈发靠近 逐渐清晰的步伐声 破碎了房间的寂静 如同从远方传来的风铃 那是属于胜利者不急不缓的步伐 就像准备着享受最后一个猎物一般 从容无比 毫无疑问 血足伯爵终于来了 听着门外的声音 女神官竟然嘴角上扬 仰头笑了起来 笑得如同一朵盛开的疯癫之花 笑声淒厉而空洞 她明白 她的死期已经到来 但这些苦痛和屈辱 也将会得以结束 纵使 她现在心里仍然无比畏惧着 那三个神职人员 但现在知道 折磨了自己那么久的他们 已经死了 包括那个最该死的蓝旗 威尔福特 她只觉得畅快 她慢慢地抬起搭拉着的脑袋 让自己的视线对准了那扇门 那扇血足伯爵 即将踏进来的门 不知为何 她现在竟一点都感觉不到 血足伯爵有多恐怖了 咔嚓 在这门锁已经响起 金属扭转声的最后的一刹那 她没有任何畏惧 反而是一种解脱的感觉 伴随着笑声 她的眼角开始湿润 那是苦涩而释然的泪水 然而下一秒 打开门的蓝旗 手上拿着审讯笔录 疑惑地看着她 少女 有什么开心事 能和我分享一下吗 本章完 第158章 蓝旗潜入复生教会的第一步 在她的笑声还在空气中回荡时 门椅被轻轻推开 一个气质如太阳般温暖的身影 出现在了门口 她笑声如同被利刃切断一样 戛然而止 那个身影在走廊昏暗的灯光下 显得模糊不清 但她知道 那翠绿色的温和瞳孔 绝对不属于她所期待的死神 复生教会女神官的眼神瞬间僵住 就像一尊石像 表情呆滞 就像不理解 为什么来到的不是伯爵 伴随着蓝旗 带着修伯利安走进房间 走廊上的冷风席卷而入 吹得女神官全身寒湛 就算不知道 现在到底是什么状况 她只知道 这是一场无法醒来的噩梦 不要怕 我不会伤害你的 蓝旗的声音很体贴 在这寂静的夜晚里 却清晰可闻 然而 那句话像一道闪电 刺入了神官少女的心中 她的身体猛地颤抖了一下 这个诡异的家伙 说越温柔的话 就越是让人害怕 伯爵 原来伯爵还没来吗 女神官被束缚的嘴中 含糊不清的每一个音符 都在空气中震动 仿佛宣告着她的绝望和焦急 她懂了 只是时候还未等 再忍一会会 她就能等到伯爵 来把这群人全部杀死了 顿时她又颠笑了起来 那种笑声 疯狂而苍凉 让修伯利安都心中一颤 修伯利安搬着桌椅进来 很快就把刑房 变成了看起来稍微正常一些的审讯室 她打量着房间斑驳的血迹 难以想象 三个神职人员 到底被大爱诗人 培训成了怎样的刑讯官 以及此刻女神官的精神状态 蓝旗暂且没有要告诉 女神官真相的意思 她只是保持着礼貌 面色平静地坐在了女神官对面的椅子上 打开手上的笔记本 准备做记录 没过多久 大爱诗人就哼着旋律古怪的小调 晃悠进了房间 她绕着精神状态 愈发癫狂的女神官打量了一圈 然后在她耳边小声说道 你想见到的是否是帕洛卡斯伯爵 自从听见大爱诗人的声音之后 女神官的情绪又变得敏感 而汹涌起伏 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把她的心绪彻底搅乱 她不懂大爱诗人 这饶有意味的笑 到底是什么意思 但已经被一种强烈的不祥感所笼罩 来 开门大吉 见到女神官的神情 大爱诗人微笑地轻晃手臂 下一秒 二零二卧室的门再度被推开 三名神职人员 请着干尸般的帕洛卡斯伯爵走了进来 歇 黄掉我 帕洛卡斯伯爵 沙哑的低鸣 如同地狱的恶灵 一般凄厉 而提着她的三位神职人员 望见女神官 就像发现了玩具一般 嘴角又开始 咧起骇人的笑意 连手指关节都蠢蠢欲动了起来 嘿嘿 行星官更是拿着血压抢救器 似乎是在对象女神官好意解释着 帕洛卡斯伯爵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又似乎是也想对女神官试一试 女神官的心脏像重锤般地跳动起来 发出了乌液的惊声 眼角溢着痘大的泪珠 她浑身上下 如同跳进了冬天的湖水般 冒出冰凉的汗 杀了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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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女神官唇齿不清的声音 不断重复着一句话 精神崩溃了一样 歇斯底里地哭喊着 怎么样 看清楚伯爵的样子吗 大爱诗人站在女神官背后 弓下身 仿佛在甜蜜的耳语着 是否想让他们三个 再照顾你一晚上 四天四夜也可以哦 不 不要 神官少女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虐待自己一般的挣扎 从影世界的时间面板 她就该知道 伯爵已经来了 只是她的精神已经混乱 连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情 都分不清了 可七阶的血族伯爵 都被这群残暴的恶徒所制服 并折磨成这个惨样 已经超出了她的认识理解 比梦境还要不真实 所以 你只有一次选择机会 你是想要诚恳地回答蓝琪的问题 还是想继续和那三位相处四天四夜 大爱诗人的声音仍然轻柔 仿佛想要将女神官哄睡着 女神官瞪大着惊恐而颤抖的双瞳 眼瞼下流淌着泪水 终于 在这两种如同天堂和地狱差别的选项下 她彻底屈服了 我回答问题 我什么都打 如果让我发现 你有一点点撒谎的迹象 我就会叫他们散得来哦 你懂了吗 大爱诗人的指尖 轻轻沿着女神官身上的血痕浮过 让她一阵发痒的寒意 透彻心扉 女神官拼命点头 她知道自己在情绪被放大的情况下 任何一点表现上的破绽 或者波动都显而易见 随后 大爱诗人站在了女神官的身后 望向蓝琪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意思是 搞定了 大爱诗人 你除了不愿意做家务 什么都好 蓝琪抬头看了一眼女神官 被大爱诗人用爱感化的服服贴贴的样子 感叹道 她的召唤物 会一些别人的高级自我意识型 使识召唤物 都根本没法拥有的神奇技能 但反倒 是一些简单的工作 她说什么也不干 恨不得还要蓝琪来给她端茶倒水 不过好在大爱诗人 并不是像塔利亚那样的吃货 她平时都很少吃东西 非常节俭 甚至会帮自己制卡赚钱 蓝 除非你愿意 把我24小时放出来 我可以考虑 帮你分担一半的家务 大爱诗人 向她吐了吐舌头 我必须为全校同学的安全考虑 蓝琪丝毫不为她所动 她很清楚 大爱诗人 是不能在伊克里特学院里 随意放出来的 而且自己的法力回复速度 也没有高到 能让大爱诗人 一直待在外面自由生活 并没有多和大爱诗人闲聊 蓝琪稍微给了女神官 一点缓过气的时间 她终于语气温和地开口问道 今天天色不早了 我们简要点谈 很多具体的事情 我之后再来问你 但只要你如实回答 我保证 你不会再受到任何伤害了 好吗 女神官拼命点头 就像已经被驯化了一般 此刻的蓝琪 在她眼中 看起来像唯一的天使 尽管她清楚地知道 眼前的这个家伙 才是最恐怖的源头 但她竟无法控制自己的内心 对她产生莫名的强烈依赖 只要她能不再伤害自己就好了 她已经做好了 向蓝琪出卖复生教会的准备 就算回到现实之后 她会被关押至 克瑞提帝国的重语 会遭到复生教会 难以想象的报复和追杀 她也不想再做蓝琪的敌人了 蓝琪看着她恐惧地颤抖 都不敢对上自己视线的样子 略微有些担心 是不是自己吓到她了 请告诉我 要怎么样才能加入复生教会 蓝琪只是这样简洁明了地说道 女神官略微呆愣 怀疑自己听错了什么 在女神官大脑 还没能转过来的时刻 帮助我加入复生教会 我之后去了克瑞提帝国 也会把你救出来 你并不是复生教会的气子 我会保护好你 蓝琪就像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学生一样 平缓的话语 青睐的眼神 都在尽力给着 缺少安全感的她关怀 女神官难以置信地 抬头看向蓝琪 顿时 她的思绪疯狂运作倒转间 又像开始释然了一般 果真 这个制风制邪制恶的家伙 和他们本就是一路人 但她也有点不敢想象 这家伙加入了复生教会之后 会混到什么地步 我认为 你是一个可塑之才 你充满了潜力天赋 应该有着光明的未来 只是缺少良好的引导 就算亚历克西亚皇女 复生教会他们 都不再要你了 我也还需要你 你是必不可缺的 你将会获得 我的支持 帮助还有我的力量 在蓝琪一句一句心灵导致的话语之下 女神官仍然颤抖着 只不过混杂着恐惧与解脱的混沌眼神间 已经逐渐多了一丝狂热与病态的依赖 修伯利安在一旁瞪大了眼睛 虽说她早就知道 蓝琪的潜入复生教会计划 但她看着蓝琪劝解女神官的过程 感觉蓝琪是在犯大罪 本章完 第159章 蓝琪的福星 修伯利安 利西腾斯城堡二层 203号卧室 蓝琪似乎是觉得 已经变成行训房的 202号卧室的环境不太好 于是又让修伯利安连人待仪 把女神官搬到了 隔壁崭新的203卧室里 房间内的灯火明亮而稳定 将金黄色的光运 洒向每一寸空间 木制地板上铺着深色的地毯 是这凌晨时分深秋山崖之上的避风港 修伯利安已解除掉了女神官口中的束缚 并为她解开了一部分铁链 让她即使坐在椅子上也不会难受 同时还递给了她一条毛毯 女神官短短几分钟就从地狱来到了天堂 表情变得有点恍惚 唯有那望向蓝旗时的依赖眼神也再度加重 而她的对面还是坐着蓝旗和修伯利安两人 先简短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早就关掉了影世界记录城市 不会让附生教会得知我从你这里得到了任何情报 至于影世界结束后 你会被克瑞提帝国收监这一事 我也会让亚历克西亚皇女尽量保护你 让你在监狱里免遭审讯 过得好一点 蓝旗盯着手中的笔记本 开始在上面书写了起来 同时说道 影世界结束以后 所有挑战者都会返回进入影世界的虚空之门地点 这一次挑战者们 都是通过南大陆影世界管理协会 掌控着的大型虚空之门 重地进入的影世界 而非那种野外出现的临时不稳定虚空之门 所以 复生教徒身份已经暴露的女神官 一离开影世界 即会被克瑞提帝国的重兵当场逮捕 女神官文言重重地点了点头 自从不用再把蓝旗当成敌人之后 她感觉自己的心脏里 已被塞满了安全感 没有明面上背叛复生教会 那之后 她在克瑞提帝国的监狱里 也不用过得那么胆战心惊了 因为哪怕在监狱里 复生教会宗旨 也是会想尽一切办法 报复叛徒 处以急刑 现在 她就算知道 自己会入狱 也有叛头了 等蓝旗这个可怕的男人 会入复生教会 当她驾临克瑞提帝国之时 也许已在教会里 身居令她难以想象的高位 她相信 蓝旗一定有能力将她救出去 同时庇护她 免遭复生教会的威胁 我叫斯提塞拉 克瑞提帝国北方人 在北边境主城 格兰威弗利城郊外村镇的孤儿院长大 在村镇遭到毁灭主教 伊万诺斯屠杀之后 我因为尚有潜力 被留了一条命带走 后来经过了复生教会 毁灭主教分支五年的培养 我从死人堆里脱颖而出 成为了协助毁灭圣女 打入克瑞提帝国高层的搭档 女神官迅速地说着 蓝旗听着女神官的故事 并未打断她中途提问 据传闻 毁灭主教放在所有书籍主教里 也属于滥杀无辜最凶残的存在 对她来说 大量屠杀平民 就跟才死马蚁窝一样 甚至伊万诺斯 经常喜欢做出一些 违背逻辑的事情 不需要任何理由 她就会把与她相谈圣欢的平民们 给全部残忍坟禁 其凶名甚至高过北大陆的 寂灭主教阿斯克桑 我们想要混入毁灭主教手下困难吗 蓝旗指了指自己和修伯利安 向女神官斯提塞拉问道 复生教会的十个分支 分别从属十位书籍主教 比如 上次炼狱回廊学院 最后遇到的通缉犯邪教徒利莱特 就是所属修服主教的教徒 而这次遇到的毁灭圣女亚戴利斯 和女神官斯提塞拉都是信奉毁灭主教的教徒 虽然同为复生教徒 但却为不同的主教效力 形式风格也会有明显区别 有时候 一些关系不太好的主教之间 教徒们甚至还可能会发生内战 等结束了这场影世界 蓝旗回到现实之后 冬季假期的目标 便是去北大陆请教 原初石板 封印的持有者 纪念主教阿斯克桑 完成 寻访石板持有者的课题报告 如果能现一步混进毁灭主教的分支 去北大陆 直接转头到纪念主教分支下 便能减少很多的步骤与麻烦 很困难 对于你们这种小有名气的年轻人 复生教会会格外警惕 所以我建议你们 抓到复生教徒 并替换掉其身份 斯提塞拉回答道 修伯利安 本就是复生教会猎杀名单中的 红名人物 而蓝旗经此一役 坑害毁灭圣女这一战绩 就足以让她成为和修伯利安相当的红名 但你应该知道 赫顿王国很难找到的复生教徒 除非你这里 能给我一些关键情报 蓝旗听着斯提塞拉的回答 神色平静地看着她 首先 赫顿王国本来就是命运女神教会的一大巨地 曾展开过多次清扫教徒的行动 赫顿王国也是南大陆诸国里 对邪教打击最狠的国家之一 如今就算是赫顿王国境内的复生教徒 也一定是类似于毁灭圣女亚戴利斯 或者女神官斯提塞拉这样拥有着天衣无缝身份的精英潜伏者 非常难以抓到 有机会的 亚洛兰王国近两天会有一个非常危险的家伙 抵达伊克里特 如果这一次影视界没能碰到或杀掉修伯利安公爵小姐 她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在校园里制造一场意外 将公爵小姐给杀掉 斯提塞拉注射修伯利安一眼 然后神色凝重地说道 修伯利安文言尽管表情仍没有变化 但她的心跳却无法抑制地加速了起来 她没想到复生教会这次猎杀自己的行动这么坚决 似乎是有谁必须要让她死 原本已经逐渐因为蓝旗消散掉的恐惧与悲凉 再度弥漫上了修伯利安心头 她也逐渐认清了在自己变强之前 可能会永无宁日这一事实 先前每一次 若身边没有蓝旗 都是神仙难救的死局 虽然看起来蓝旗都化解得风轻云淡 但在这么增加强度下去 即使蓝旗再强 说不定也会被她害死 她逐渐眼神黯淡地低下了头 每次都是她招来灾祸 然后害得蓝旗也被牵连进来 替她扛 蓝旗越是从来不责怪她 还把她当成了 智有无条件地保护她 她就越发愧疚地无以复加 她就是一个蠢蠢的拖累 本章完 第160章 蓝旗和修伯利安的福获相依 窗外 寒秋月色洒在古老的石墙上 而房间里的灯火将冷气的寒意 隔在了外面 无论利西藤斯城堡外 萧瑟的山峰怎样作响 夜色多么深沉 温暖的卧室总是一如既往的坚韧而稳定 房间里沉寂了片刻 蓝旗听完女神官斯提塞拉的情报 便拖着下巴思考 近两天会抵达 而且能够在校园里制造意外 怎么听起来就感觉时间点这么微妙 你说的这个危险的家伙 不会就混在亚洛兰王国学术访问的团队里吧 蓝旗向斯提塞拉问道 这个时间点不就和亚洛兰王国学术访问团队 抵达的时间重合了吗 身份可疑的外来者想要在强者如云 安保严密的伊克里特学院里作祟 分分钟就会被盯上 非得有一个光鲜亮丽的堂皇身份 才好谋划好一场完美的行凶 蓝旗总感觉斯提塞拉好像透露给了他一个相当了不得的情报 使用隐藏在本地平民中的教徒 潜入大神官洛伦所在的伊克里特学院行凶 危险性相当高 万一引发了追查 很可能一整条线都会被连根拔起 但亚洛兰王国就不一样了 若是亚洛兰王国来访的学生里出了问题 首先亚洛兰王国这边会背锅 不一定能牵扯到附生教会 甚至还能破坏两国的信赖与关系 赫顿王国方面若想深入纠察 必然会涉及到国际问题 不管怎么样都会起一些摩擦 自从持有元出石板 安德米盖亚 阿兰萨尔公爵失踪后 赫顿王国需要靠元出石板 持有者大神官洛伦防备 元出石板的持有者毁灭主教伊万诺斯 而亚洛兰王国靠元出石板再生的持有者 不死见地朱利安娜抵御元出石板腐蚀的持有者 修抚主教法末 如果修伯利安被杀死成为了导火索 复生教会进一步暗中煽风点火 有的是办法让大神官洛伦 与亚洛兰的王国骑士团团长不死见地之间本就紧张的关系更加恶化 届时 南大陆的这两大主教说不定会展开新的联合动作 这个事关南大陆动乱与阴谋的情报被审了出来 就算直接上报给洛伦院长 兰奇也是立天公 十有八九 斯提塞拉神色凝重地承认到 他把刚才这些情报透露 便是将性命全堵在了兰奇手上 如果兰奇直接把他卖掉 他必死无疑 但相应的 这个情报也足以抵得上 兰奇救他一命都不过分的价值 一切就看兰奇的良心和能力了 随即 斯提塞拉手上便出现了一张 原本存放于灵魂空间的魔法卡牌 示意兰奇可以将其拿走 复生之症毁灭 类别 装备卡 品级 紫色稀有 阶级 零 效果 复生教会的身份凭证 可由主教之症将其修改或升级 若持有者击杀主教 则将升级为主教之症 并解锁主教权限 备注 持有者 编号正负 以加密 原来这就是复生教会的身份印章吗 兰奇从他手上拿过了这张魔法卡牌 由于其是灵费 所以先前搜刮他的魔法卡牌时也没被发现 斯提塞拉这种有着秘密任务 完美潜伏于现实的精英教徒身份信息都极其隐秘 除了他们的搭档或直属的主教 就算是其他主教也无从得知其信息 如果兰奇能够抓获斯提塞拉这样的完美潜伏型精英教徒 窃取并顶替到隐秘而真实的南大陆教徒身份 再带着这身份汇入北大陆其他书籍主教的分支 南北大陆通讯魔法隔绝 北大陆那边的主教如果不渡海过来召开主教会议 也无从验证他的教徒身份有任何问题 在你们学院里那个传递影世界匹配时间情报的家伙 我也完全不知小气身份 但是能够使用通讯魔法 必然是至少六阶的存在 以及我会告诉你 这两次影世界我们收到情报的准确时间 推理和筛查就得靠你了 斯提塞拉胆怯地补充着 你放心吧 我不会让复生教会那边怀疑 是你透露了情报 南齐话音一转严肃 向斯提塞拉汉手承诺道 等他回到县市之后 在伊克里特学院里 便有了一项重要的本质工作 逮到那个钱藏在亚洛兰王国学术访问团队里 无法无天的复生教徒 胆大包天的家伙 竟敢跑到我眼皮底下来行凶 南齐定会保护好他的校园 任何邪恶都将绳之以法 一旁的修伯利安 迟迟低着头没有抬起 他感觉就算是南齐身上的气氛 也变得沉重了起来 终于声音轻得快要挥发似的 在他身旁呢喃道 抱歉南齐总是给你惹麻烦 他的话音满怀着数不清的愧疚 他不知道自己还要再这样 把南齐拖进险境多少次 如果他注定要死去的话 那他唯一的愿望就是 他一个人死就好了 千万不要害到南齐 然而 南齐听到他的话语 非常困惑地看着他 麻烦 不是每次我需要火 你就能帮我送来探吗 南齐对修伯利安的拉怪水平 只能表示探为观止 每一次都能帮他拉到高质量的金币怪 而且到了现在 经过这次影视界的遭遇 以及和亚历克西亚皇女的交谈 还有从斯提塞拉这里获取的情报 南齐心中也明明有股预感了 越是确定有谁如今急切且坚定的想杀死修伯利安 南齐就越是确定了一个猜想 克瑞提帝国的血族和复生教会 米盖亚公爵的失踪谜题 未来会发生的威尔福特惨案 互相之间可能有着说不清道不明千丝万缕的联系 血族完全掌控克瑞提帝国的时间 米盖亚公爵的遇害时间 威尔福特商会被灭门的时间 全都重合在了一起 而威尔福特商会又正是跨越赫顿王国 与克瑞提帝国关键的跨国商会与运输渠道 事到如今 要说这几个事件之间没有关系 几乎是不可能的 原作剧情中 如果兰齐死掉了 没有人干涉伊克里特学院的入学考试 修伯利安也许在入学考试失败之后就死掉了 就算侥幸顺利入学 复生教会还是会用更加激进的手段将他杀死 总之他绝不可能活到正片剧情的时间点 但修伯利安其实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是将魔族 血族 附生教会 这一切线索都串联起来的公爵之女 想杀死他的 必然是一个幕后黑手般的存在 这也说明 一年半以后 血族得以掌控克瑞提帝国 米盖亚公爵会死 威尔福特商会会灭门这三个事件的发生 修伯利安的死 很可能就是一个极其关键的拐点 如果以上的推测都是对的 那么 兰奇也可以确信 早在故事开始之前 会被灭门的笨蛋富少 和会被追杀的公爵千金 本就命运相连 帮他 其实早已是在帮自己 果然好人有好报 修伯利安 我们必须把那妄图破坏校园 威胁学生安全的家伙给抓住 好好地感化一番 兰奇此刻又化身为了学生会的好干部 言语间满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感 他将在无人知晓的地方 执行一个隐秘而伟大的任务 默默地守护校园 守护国家 阻止复生教会的阴谋 并化解赫顿王国 与亚洛兰王国之间的信赖危机 试了福一去 深藏功于命 啊 修伯利安愣神地注视着 兰奇那清澈而正义的眼神 不知道是他有问题 还是自己有问题 他很确定 兰奇现在不是在说客套话 而是满怀期待他 下次还能再引几个大家伙过来 修伯利安 也逐渐发现一件事情 难道说 自己招来的灾 引到了兰奇身上 就全部变成了服饰吗 这家伙的动机正不正义另说 但他一定是巴不得黑吃黑 吃到底 本章完